最后就是新增进来了,OK,Lizaville进来了,不过查询跟全部查询,最后再讲一下 那我刚刚也试着把那个我们的Source 其实全部贴到那个我们的就是那个那个Android Studio里面 没有问题,那不过可能发生几个问题了,当然就是说 贴上去之后的话,其实基本上不太需要改什么地方 我印象中好像只有那个TOS这边,TOS我原来这边是好像是写3000 3000的话是等于是三秒钟,不过他这边好像不接受 在Eclipse里面OK,可是在那个Android Studio里面 他不接受这种数字,他必须要自己打,所以你干脆没关系,你就打一个什么TOS,自己他会提示你嘛,你就打一个 这个TOS,点什么呢,点下去之后他这边会提示嘛,他有两个 一个是那个Long,一个是Show,所以这边的话 就是直接 三秒钟是Long,所以把它直接点两下,这样都OK了,其他好像不太需要改什么 执行完毕之后 像 同学问到那个Android Studio 那个启动的那个模拟器在这边 其实我就设一个启动 然后直接执行过来,没有问题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而且甚至,因为我这边是远端遥控 我的电脑里面的话 我是用那个 X86的 用Intel模拟,那个启动的速度大概10秒钟 模拟器就打开了,而且跑起来速度快很多 不过前提是你电脑里面要是Intel的 CPU 而且有支援那个 那个什么 Hyper Transfer 就是那个有一个 有一个那个 一个参数 你必须有 就好像比较高阶一点的那个 CPU才有 那执行起来的速度其实会快很多 OK,其他大概都一样 再来的话 我们把那个后面的程式 大概把它讲完好了 里面的话 其实大同小异,没什么差别 那 接下来就是剩下还有两个按钮 一个是查询 一个是查询全部 比如说我今天输入1 按下查询 他会只出现什么 出现查询的这一笔记录 那当然你将来也可以在这边打什么 打关键字 比如说要查哪一个 哪一种产品的 名称 比如说打一个香蕉的香 他也会出现 那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首先一样 针对这个事件 这个事件里面的话 我想前面我们做蛮多的 就是在哪边做一个事件呢 在这边 那个button叫做 叫什么 这个button名称 我们这个button的名称叫做 就是 第1个是search 1个是search 1个search 所以我们就针对这个search search是单笔的查询 建一个什么 建一个setonclicklisten 然后呢 我是把它额外 独立出一个叫mylisten 那另外 当然你可以直接写 写在这里面 那这个listen里面呢 也是要 new一个buttononclick 那做什么事情呢 这里面 第1个 我要先 确定一下 确定什么呢 确定说到底是单笔还是多笔 因为 这个mylisten是 单笔跟多笔共用的 这个叫共用 这个叫共用事件 好 那 做法上面的话 我先第1个 先check一下 到底他的id是哪一个 到底是 btnsearch呢 还是btnsearch 那我这边如果是单笔的话 做什么事呢 第1个我先取得 里面 的 资料 就是说从哪边取得 从这个里面 去取得里面的 值 这个叫什么名称呢 这个叫做 所以我们用什么 用那个 这个名称叫做 edtid 也是这样 get test tothring 那取得之后的话呢 并且因为它是一个数字 转换 放到哪里呢 放到id里面 所以取得之后的话 从字串 转换过来的话 变成一个什么 变成一个整数 再来的话呢 丢给 那个 这边有个叫get get的方法 我们是额外写 然后丢进来 把这个id放进来 去查回来 放个curs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是 这个有个get get在哪里呢 往下找一下 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有个get的方法 那get的方法 就是把 这一个id 加进来之后的话 那它做什么呢 实际上也是用 raw query 所以以后呢 假设说 你要查询的话 而且你这个 查询的 方法是用sql语法 你就用raw query 跟query query是query 哪一个table 那raw query的话 是下sql语法 所以你就下一个sql语法 语法的话 跟刚刚其实雷同 select 这一个 这一个 跟这一个 多了一个什么东西呢 会有的指句 这应该不陌生吧 会有 它的id这个栏位 等于什么 等于刚刚传进来 这个raw id 有没有 就是这个id 然后如果查完之后的话呢 就把查询的结果 丢回去给这个科舍 就暂时放在这个科舍里面 然后呢 再回去 回去之后呢 再去执行什么 执行这个update 有没有 执行 因为我查到一个科舍了 那里面放什么呢 就一笔记录嘛 比如我放1 查出来就是1 相交 然后相交的话 就把这笔记录 放在科舍里面 然后再执行什么 执行刚刚一样 update adapter 这update adapter 做什么 一样嘛 其实这个方法 独立写出来 主要就是说 以后会共用 你就不需要一直重复 写一样的东西 丢给他一个科舍 他就是 帮你把那个list view 给更新一下 OK 所以这一招 我想 蛮重要的 另外的话 如果查询全部的话 这边有个叫get all get all 的话就是怎么样 后面没有 会儿子具 就是把所有资料 再查出来 所以查出来 再更新 看到的结果 就会是 这边看到 查询全部 因为没有会儿子具嘛 所以呢 里面所有的资料 通通 被你 查出来了 OK 所以两种方法 那当然 这个地方 可以改写 资料 如果用什么 香蕉 西瓜 这个 其实感觉 没什么feel 所以呢 你们可以找一个 其他的资料 只要是 e sale里面有的啦 或者是反正就是一个表格式的 放进来 诶 可以 怎么样 可以让你查询 那所以 其实这边 我在网路上面 云端上面呢 放了一个什么 放了一个这个 这个叫 我们的上一页 这边有个叫成语的 其实这个成语 假如说我今天 这成语 大概1000多笔吧 不过可能会跑一下 尤其是刚建立的时候 他印射印射印射的话 会跑的时间 比较久一点点 但是印射完之后 跑起来OK 但是如果说你觉得这个成语 感觉好像 不是那么实用的话 其实你可以查一下 开放资料关键字 这边的话 政府的开放资料 蛮多的 不过今天那个开放资料 你们可以查这个关键字 那第1个应该是 政府的开放资料 不过政府的开放资料 今天休息 政府今天休息 他说礼拜一 早上8点再来 我第一次看到网站 蛮奇妙的 因为你至少 你社会可以备缘吧 丢到另外的社会就好了 而且这个政府机关 还蛮奇妙的 看到这个真的是 感觉 蛮深刻 这个 社会也可以这样子 好 那 不过台北市政府的这个好OK 你可以把它打开来 那里面的话 他会跳到一个新的 里面的话我记得 他总共好像会有1000 这边有个 资料目录 资料目录里面 我记得 有至少 1000多种资料 包含 里面 有没有发现 是xml jackson jackson 所以以后如果说 假如你要及时的去 抓那个 开放资料 你就是有个jackson 那jackson 有个网址 你可以及时的去把它抓过来 然后秀在手机上面 这个部分的应用 其实还蛮广泛的 只是有点难度 我们看看 后面下个礼拜 时间如果 来得及的话 再 讲一下 如果 有点难度 先跟各位预告一下 可能 稍微要讲一下时间 再看一看 那这个 开放资料是一个来源 你也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那里面的话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改成 就是说 我们要的格式 看一下 这里面有哪些 像 YouBike 如果YouBike的话 你把Jackson党打开来 然后 他好像可以 除了说Jackson党之外 底下有一些是会有一些 其他的资料 我想这边也是一个资源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也就是说各个 政府机关 他都会 大量的开放资料 那你可以借这个开放资料 就可以衍生出一个对应的App 而且还不止一个 你可以做很多东西 里面的话包含比如说停车 你说台北市哪边有地方停车 空位几个 其实他在那个 开放资料里面都有 那你可以连接他 显示出来 并且 最好他有个地图 哪个地图 上面 最好是 还有几个车位 你如果说 可以有这样的 功能出现 对一般使用者来说会很方便 甚至你等一下去还可以导航 那更方便 OK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一下 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来看后面的 刚刚讲的是 查询单笔 查询多笔 因为有 共通的部分 所以我把它独立出来 变成一个 共用的 一个 事件 一 的 有